欢迎收看《欢迎全世界》 带您走进全世界 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大家平安 我是何荣 两岸大事国际焦点 深度剖析 打开视野 透过YouTube收看朋友 请您帮我们按赞 订阅 加分享 动动手 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您告诉我们 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 马上来欢迎今天的来宾 首先 政大国际事务学院的副院长 卢岳忠教授 大家好 另外是淡江大陆所荣誉教授 赵春山 春宫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还有资深国际政经评论员 王岳雅教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谢谢 好 今天首先带您来看的 就是美国总统拜登 在这两天7号 他向参众两院联席会议 发表了在拜登就任总统以来的 第三次国情资文演说 在画面当中整理资讯给大家 长达68分钟的国情资文当中 你看到在这个场合里面 所有的重要行政官员都在 除了美国政府指定的幸存者 就是教育部长以外 其他全部都出席了 那么在这个国情资文当中 拜登提到中国大陆的时候 他表示说 美国坚决反对中国的 不公平经济行为 并且说美国将为台湾海峡的 和平稳定挺身而出 但是拜登也强调说 我们希望跟中国竞争 而不是发生冲突 这句话是重点 直接点出了是竞争 而不是发生冲突 另外经济上你看到拜登说 反对中国不公平经济行为 地缘安全上则再次的强调了 为台海和平 美国会挺身而出 但会怎么做 大家也很好奇 好 我要先请教传工的是 这是不是拜登透过这个国情资文 再次的表达美国的立场 或是隐约当中听得出来 有在划什么底线吗 拜登的说法蛮有意思的 过去你看看 不管苏利文也好 布林肯也好 美国的它是强调的是合作 竞争 对抗 但是不要把对抗升高为冲突 斗而不破 斗而不破 我们现在看到了 好像没谈合作了 都谈竞争 那么希望不要升高为冲突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代表美国他的这个拜登 尤其他还满在大选 他这次的国情资文 我们要把这次美国大选 作为背景因素来看 他势必在态度上面 一定要表示坚定点 强硬一点 强硬一点 这必然的 那你想想看 他所谓的这个竞争 美国跟中国的竞争 基本上是一个是科技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地缘政治的 也就是一个权力的 军事上 对 地缘政治 影响力 困难影响力 也是外交方面的 那么当然美国就科技 经济这方面来讲 美国当然怪罪 就是中国你用那个 比如你用的国家的这个资源 你来贴补 包括你看 贴补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 国营企业 或者一些适应企业 那么你对你的竞争对手 好像就是不公平 科技围堵 对 科技围堵 然后你再加上 美国他又认为就是 你智慧财产权 窃盗 盗窃这个智慧财产权 等等 这些做法里面 当然就是从美国的观点来看 你从中国的观点来看 你美国到现在为止 川普时代它是贸易 用这个税 用这个税 那么抽税 那么来就是关税战 贸易战 那么你等到你拜登上来以后 你又升高为这个科技战 那么对 然后中国的观点来看 那你是谁 是掀起这场战端 对 甚至于美国 因为美国现在保持它的技术优势 要维持它的技术第一 所以您听到这些 不禁要问的就是说 因为拜登强调是 维持竞争却不冲突 却不冲突 大家想要问的就是 具体的落法有落实吗 做法有落实吗 你看看 除了刚刚竞争的一样 我们最基本的来讲 比如说地缘战争来讲 最引起 现在台海都引起关切 那你美国今天对 这个台湾问题的态度 那中国它是视为内政问题 那你看美国它像 它是这个不支持态度 但它没有明确的 说要反对态度 对 何况现在赖金德 他的做法是什么 他是互不 这个所谓这个互不隶属 那么就两国论 那前一阵子Russberg 他提到联合国外局 无法决议案 那个就是一中一台 那你对于这 在从中国的观点来看 这个一中一台也好 不是台独 我说一中一台也好 两国论也好 是不是红线 红线 所以很多人讲 这次这个反分裂国家法 可能在技术上面 在细则上面 可能要做一些修改 因为反对国家法 可能太宽松了 好 那么回到一点 你这个问题 在中国的观点来看 你已经接近 已经接近中国 美国的行为 已经接近中国的 这个红线边缘 那这里面就很容易 就产生 从对抗 变成冲突这种可能性 像渔船事件也好 给大家关注一点 如果一旦 美国介入的话 因为我这是去大陆 这个反复门 你晓得 对 那么我一到达去 就跟我讲 如果这个渔船 这个争端 如果将来美国介入的话 他说如果美国介入的话 会怎么样 这个问题会非常严重 大陆的反应会非常去 本来这是两岸 中国人自己的事情 那你美国如果介入 这个问题上 这个争端上的话 那就情况很严重 所以你刚才讲的 要避免对抗 升高为冲突 嘴巴讲起来很容易 一个突发事件 就对你就是考验 这个部分 等一下继续来深入 请教春空 不过这次看到 在拜登的国情资文当中 那也特别谈到 就是说 他有点到说 包括共和党人在内 很多人一直都说 所谓的中国大陆正在崛起 美国正在落后 但是拜登就强调说 其实他们是把事情给搞反了 应该是美国正在崛起 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经济 而这番话听在 这个马克甘乃迪 也是威尔勋中心 战略竞争研究所所长的耳中 他则认为 拜登主要是透过这次 发表国情资文 要回应的是 中国大陆外长王毅 在这两天两会 人大记者会上面 对于美国缺乏自信 这句话题的质疑 来提出反击 当然我们都知道 美国已经习惯了 当这个世界老大 中国大陆崛起 确实也是不争的事实 所以在国情资文当中 高调地反击说 王毅认为 美国缺乏自信这样的质疑 一方面 大家可能看到是 要针对王毅的话做回应 可一方面 刚才春宫已经点到重点 对拜登来说 今年对他最重要的 其实是要连任成功 恐怕也是 对共和党喊话吧 是 没有错 确实我非常同意 刚才春宫的宝贵意见 因为今年 我们在看美国的国情资文 拜登的发表的内容上面 我们一定要把美国 今年是大选年 这个一并考虑进去 对 因为比如说我们看到拜登所讲的这个原文 他说美国正在崛起 他用的英文是 America is rising 这句话呢 其实是一个强有力的一个说法 是要针对什么 除了针对中国大陆 他可能有部分程度的回应之外 更重要的是 因为川普仍然是用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作为他的一个主要的诉求 那之前在竞争的时候 共和党内部的时候 包括这个Nikki Haley 川普的主要竞争对头 当然现在他说已经先暂停 这个竞选活动 Nikki Haley的说法是说 Make America normal again 要让美国再次正常 回归正轨 对 那显然是针对这个川普 所以我想川普 大概会是今年 我们在网络上面看到 会是很多这个迷因 或者是梗图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素材的来源 可是我想问卢老师 就您所看到 目前在台面上有哪些数据 或者是事实 可以去支持拜登说 美国正在崛起 是 其实我们如果看到 一些经济上面的统计数据来看 在经济指标上面 拜登在这个国庆资文里面提到 他增加了这个就业机会 创造了新的这个产业 那通膨正在下降 出口再增加 那我也稍微这个查了一下 相关的这个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 包括了美国商务部的数据 然后或者是美国这个 劳工部的数据 这里面包括非农业人口就业人数 持续的增长 失业率 那在2023年是3.6% 那2021年的时候是5.4% 那这个对拜登来说 他觉得这个应该是 反映出来应该是有感的 那另外一个还有 对美国一般民众来讲 就是他在这个生活上面的一些指数 比如说这个消费者信心指数 那他虽然是有一些变动 但是目前也维持在一个 相对稳定的状态 另外还有就是油价 那油价2022年 因为乌尔战争开打 所以美国民众当时可以感觉到 在生活上面 油价这件事情就构成了 蛮大的一个压力 那对拜登来说 他也认为 现在的平均的时薪是增加的 所以这个他也觉得 对美国民众是好事 但是同一个时间 我们也看到美国的房租增加 所以对民众来说 他们会觉得 拜登的经济指数 好像很好看 但是是不是真的反映在 他们日常生活的感受里 而且同一个时间他们会认为 这个是拜登所带来的好处 这个目前还没有建立一个 非常完整的一个连结 那另外同一个时间 我们也看到就是 包括这个 像这个比较新的一些资讯 在针对这个拜登跟川普 彼此之间的民调的情况来看 比如说The Hill 就是我们常常看的 这个国会山庄报 它的这个相关的报道里面 它就说 截至3月7号的这个统计为止 目前两个人的这个百分比 川普的支持度大概是46.1 拜登是44.6 换句话说 他只有差1.5% 对 还在误差范围 对 所以对拜登来说 他一定要加把劲 要让这个国情资文 是让民众看起来 读起来是有感的 所以除了强硬 但是他主要是要打 对队内他打的是一张经济牌 因为对人民来说 不过经济就算数据摊开来看 人民有没有感 恐怕才是最重要的 那当然提到这个经济 美国国会最近也呼吁拜登政府 刚刚不是说了吗 要为台海的和平挺身而出 但是怎么做呢 共和党的参议员像柯宁 还有凯西迪 以及民主党的参议员 昆斯 马斯托等人 跨党派的参议员 他们就联合提出法案 要求 那么如果美国总统认定 中方对台湾实施了武力侵犯 美国的财政部就必须在30天之内 要终止美中双边税务协定 这个美中双边税务协定 当时协定的主轴 主要是希望透过消除双重课税 然后降低部分的扣缴税 促进美中跨国贸易的往来 当然现在看到打出来 就是一个初步的经济制裁牌 希望能够吓阻 但肯定一旦祭出两败俱伤 好 那这个经济制裁到底 从初步上面来看 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一些制裁效果呢 安雅老师 谢谢啊 这个 陈如所说的 这个两国当初是40年前的时候 他们才做的是所谓的Tax Treaty 后来又花了三年时间 才真正立法通过 那这个40多年来 我们看到 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经济大交换 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经济的驾驶链 等于说创造一个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让中国的脱贫等等 那当然就是说 这个从一个Tax Bracket的角度来讲 中国的Tax Bracket是比美国来得高 所以说如果假设有那一天的话 当然对中国肯定也是很不利的一件事情 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 就是说美国从立国以来 只有四年没有在政争状态 那这个 才四年 对它每一年自己本国的Homicide 是大于在国外所有的军人死亡的人数 所以说这个利益是相对的良善 但是我们两岸都要努力 就把武统这个选项是完全要排除在外 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武力在两岸 根本就不应该是一个 不应该是个选项 对 OK 其实当然这个 你说经济制裁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效果 恐怕嚇阻是有 但是究竟到时候要怎么样去实施 这个目前因为是国会提出来的想法 希望拜登政府来考虑 那但是也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把焦点拉回到这次 非常受到瞩目的中国大陆的两会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这次两会上面 他也释放出了一个最新的军事讯息讯号 在出席人大会议 解放军和武警代表团的这场会议上面 习近平指出 要统筹海上军事斗争准备 海洋权益维护 还有海洋经济发展 提升侵略海洋能力都跟海有关 武警部队政委张宏斌 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这一位 他建议说健全海警力量 海上维权执法法规制度体系 福建省军区司令员也建议说 安排超长期国债 来支持福建沿海一带的国防建设 不免让人联想到最近 刚刚春公也提到了 今夏海域事件造成这个翻覆致死 到现在都还没有解决 协商了15次 最后没结果就是没结果 那么大陆现在强调说 要强化海上力量 背后透露的讯息是吗 还有就是您这一次特别 前几天跑了一趟大陆 您听到官方跟民间 现在的看法对于这个事情 那大陆现在你看民情 你很清楚吗 那个网络 那些网友 血在血环都讲出来了 是不是 那我想这里面造成的就是说 武统的声浪提高了 以前大陆外国人去做了民调 还有很大部分人认为就是和平统一就好了 相当比例 现在我几乎我听到清一色的大概就是武统 只有武力能够解决 那你说对中共的官方会不会有压力呢 我们讲中共 很多人讲中共它这个集权的体制 大老板说了就算了 对不对 那么我管你民意不民意 其实情况不一样 情况不一样 现在你晓得这个网络世界五眼佛指 对不对 很多人很多的意见 它可以也有自媒体 大老板也有 这种声音出来的话 我想对某种程度对这个决策人 应该都是有点压力 官方也是在观测 台办都被搞什么贵台办 我想台办好像气得要死 很多问题也不是他 另外也不是我打出来 所以这是民间的声音 那政府呢 我的感觉到政府现在 当然我这句坦白讲 谈渔船的问题 这个比较不那么多 主要还是谈台商 什么能够协助 可是一谈到 比如像宋东 当然谈到台商的时候 国民党跟台商的关系 这下连续看台商 这还蛮温和的 可是一谈到这个渔船的时候 他们脸色就会变 非常严肃 当然不是冲着我们 这个客人来的 针对这件事情 针对这个事情 然后借这个来转达某种讯息 就是说它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未来像昨天邱国正讲 所以我回来我不是说 这个我如果有用武的话 我不会觉得意外 很多人说 你看我中共现在就用武 不是现在有用武 而是因为你的插枪 我现在邱国正讲了 他对我的刚才话呢 全是最好的 因为插枪着火误判 让紧张这个螺旋升高 升高就很容易造成一个冲突 你看南海那个撞击事件 也是一样 不是刻意蓄意地要制造这个问题 而是意外也容易上升 而且很多的时候 其实往往都是小的事件 不处理好 慢慢演发成大弹 你第一次世界大弹不是这样的 你看第一次世界大弹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问题 我感觉到是蛮严重 那我请教春公 您研判接下来中国大陆在近海 因为刚刚特别提到的 在近海的海力上面会加强 我跟你讲 中国今天发展一个深海 或者说我们的海洋大国 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你不要看了嘛 汉的海权 你从中国今天整个的 它的外交也好 它的整个国家安全 它周边国家 你应该这样想 这个发展一个强大的海军 它除了 除了有军事意义之外 你不要忘了 它还有外交意义 我们常常讲 Gun Boat Diplomacy 舰炮外交 因为它的Power projection 它全力要投射嘛 还有一点 海洋的资源是无限的 是 是不是 现在路上资源 大家抢了抢了抢了 抢了最后连水都要抢了 那海洋资源 也是大家要 南海的问题 我们都说主权争议 领土争议 为什么把这个争议升高 还不是资源 石油 海底 所以中国未来往这个发展去 我一点都不意外 但是它凸显出来 是因为未来的冲突 很可能南海 台海 都是海 是不是 所以这点我是觉得是 像红海什么之类的 红海还没解决 还没解决 对 不过台海的部分 刚刚你也提到了 国防部长邱国正 其实这两天我们也看到 他对于台海的局势 表达了担忧 而且特别点出了说 军方其实压力不小 我今天还特别看到的新闻 花莲昨天晚上也进行了 多架次的空军的夜间演训 而且超过12点 就是子叶的夜间演训任务 当然军方是说 是按照国防部的经济计划 那我要问的就是说 因为看到联合报也报道说 美国从2023年的财政年度开始 就派遣了绿扁帽部队 进驻台湾这边 国军的两栖营 还有高空特勤中队 常驻来协助训练 绿扁帽过去 他们的最大特色 就是擅长深入敌后 协助游击队跟反抗军 发展不对称战力 当然对于这个消息 美国五角大厦发言人 已经表示说不予置评 而邱国正則表示说 台美之间军事交流的频率 本来就是有增加的 但是没有进驻部队 协训跟长期派助 这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两件事情 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是派助 驻军 那就姿势体大了 卢老师您觉得 因为毕竟驻军的话 就是会有踩红线的问题 是 我想从新闻媒体 公开的报道里面 我们看到就是 我认为要常驻 可能还会有一段距离 那目前还是 对 太敏感 然后另外就是 如果我们看它的法源依据 因为实际上现在美国用 跟我们在这一方面的合作 它最主要的关键 当然是台湾关系法 因为台湾关系法里面有规定 这里面最重要的关键就是 美国要提供台湾防御性武器与服务 以便使台湾能够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 那同样的包括2023年开始 然后还有今年开始 就是去年12月拜登签署的 2024国防授权法 那这个法里面也有特别提到 跟台湾在这一方面的交流 那国防授权法全文 总共有970多页 那里面跟台湾相关的 它里面用了一句话 尤其是跟这个军事方面相关 它的意思指的是说 要协助台湾来逐步的制定 提供包括这个咨询的方式 来协助台湾制定全面性的培训 还有建构制度化的这些能力 所以看起来就是 它是用一个比较模糊的方式在律定 换句话说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 它也试图避免去用长驻 长期驻军这样子的一个字眼 或是角度来试试这件事 未来这是一个假设性问题 如果被证实有长期派驻的话 有可能会引发什么效应 我想政治上面的效应 会是非常非常的大 因为我们看到了 从去年开始 美中之间的互动 尤其是下半年 开始变得 尤其是高层的互动 变得更为频繁 那包括拜登跟习近平 都在APEC上面见过面 那但是呢 在见面之后 其实中方对于美方 在台海议题当中的一个角色 就特别提到了 就是有关于美国跟台湾之间 在军事化 如果更加密切这个事情上面 他们表达了这个 非常的反对的意思 那这里面包括了 对台兽武 这个军售 这个是他们一直反对的 另外它说叫做 反对加强美台军事勾连 那这个当然 诠释的空间也就很大 那另外还有它认为 这些勾连都助长台独气焰等等 但我觉得值得观察的地方是在于 目前看起来因为美中双方都知道彼此之间 就是希望现在的这个竞争关系 不至于擦枪走火 演变成冲突的关系 所以我认为他们目前都还在做这个signaling的动作 就是说我们在贺阻或是反制的这个议题上面 双方还在这个强力的表态 还是用言辞在做强力的表态 那这部分我继续请教安娅老师 如果真的派绿扁帽来台湾协巡的话 因为当然过去就一直有被讨论说 美方对于台湾的战略规划想定 并不是台湾自己所需要 所以它迫使国军要接受这个美方的战略 包括说不对称作战这相关的规划 所以台湾的国防自主会不会就变成是一句口号 甚至就是一个理想而已 您觉得 就接续卢老师刚才讲的 就是说未来的战争应该就是一个不对称作战 就像是Russia 他用他的bullet打乌克兰的tank Russia过去两年生产了200万的arterial shells 然后打了15000这个Ukraine的tank 然后同样的中国在做准备 是他的Balisco missile 当然要对抗美国的这个Aircraft Carrier 那我们从国军在这个两讲时期是反攻大陆 那现在变成说我们在准备巷战 坦白讲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是周末 大家团聚开开心心 准备搞得大家是全民皆兵 好像兵修战威 对 这个基本上是一个非常讽刺 所以应该是大家就是反战 就是我们的一个底线的一个思维 好 所以其实这两天也对照 就是说邱国正国防部长他在立法院 他也针对所谓的第一级 他说早就已经改了这个第一级的定义 原本以前的第一级是指说 共军开炮或者是开枪 也就是说主动权不是在我方 而是在共军 那现在改为是 只要是共军实体航空器逾越界限 国军就会认定是第一级 而且会提出反制 可是反制的作为到底是什么 目前我们看到的就是警告跟驱离而已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两岸关系 中美博弈 全球财经 军事战略 客观 多元 深入的观点 专家权威 严选议题 最专业的国际政经情势分析 环宇全世界全球旗舰版 每周六晚间9点准时开讲